欢迎收看,我是叶峰 几期节目以来,我收到了不少台湾网友的来信 一口同声的都是在咨询我关于马来西亚二家项目的问题 但我毕竟不是中介,只能分享自己知道的那部分经验 但是在回复邮件的同时,却注意到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移民是逃离内卷 但他们一口同声,都想要逃命 这是我感到错愕的事情 特别是昨天台湾大选刚刚落下帷幕 台湾人通过自己的投票当选了新的领导人 据说这位赖先生是倾向和中国大陆针锋相对的 于是有些台湾网友感到两岸开战的气氛愈加的浓厚 甚至在计划一旦开战,自己全球含金量很高的护照 其实在一些国家只能待几个月 所以迫切希望申请到大马的MM2H以防万一,规避风险 万一开战,就出去躲一阵 等消停了再回来 其实很多台湾网友的内心决策 大多是能不走尽量不走 万一要走也是暂时的,总会回来的 所以他们大多抱着不到最后一刻 最好别走的心态来咨询这件事 所以对二家每年60天再进的规定有迟疑 更多的他们想通过我这个中国大陆人的视角 问我向台湾开战的概率到底大不大 这个有点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 其实我本人属性有些偏风花雪月 逍遥自在多一些 即便偶尔涉猎政治话题也是食人衙会 因为身边有助力 所以更加懒得关注政治 但长久不关注呢 又会变得愚蠢 所以还得逼自己偶尔面对现实 不过以我普通民众的眼光来看 这场仗终究不太可能打得起来 当然开战呼声非常高 特别是脑袋里面全是水的一些家伙们 跟着喊了很多年了 但现实是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 一开战就送孩子上战场的亲戚的那种智商 其实并不占主流 即便是我那个傻瓜亲戚 也只是过过嘴瘾说说而已 一旦争兵入伍地宣传出台 他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虽然但是仍旧不排除决策者 为了某个目的不顾一切 也要打一仗的做法 但因为结果显而易见 这个火苗会很快被扑灭 造成不了根本性损伤 你若真的为此去办理一个 大马的二家或者泰国的长久居留签证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投入都不高 而且可以返还 买个安心也是一个办法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再说我就露怯了 今天来聊一聊台湾大选 在当地民众 内心到底是个什么地位呢 我知道英国脱欧之前 投票选举的随意 脱欧成立以后 很多投票者大呼后悔 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自己就是来搞怪的 随便投的 感觉自己决定不了大局 可现在这个状况 不是他想要的 等等等等 而台湾民众 好像恰恰相反 很多年前 我还在时的时候 有次江云恒到内地做活动 当天我们约定好了 一早的专访 但他却迟到了 见面后连连道歉 说昨天晚上公布 台湾大选的结果 他等在酒店里 不敢出门 也不敢睡觉 紧张得不得了 所以影响了休息 错过了早起 年轻的我 问了个很愚蠢的问题 为什么你会如此关注呢 毕竟那是政治圈的事 咱们娱乐圈 个人的一张票 影响力也不会很大嘛 他很严肃地回答说 台湾大选 是我们每个台湾人 都很在乎的事情 我想在那一刻 我们相互都送上了不理解 他不理解我对选举 事不关心的态度 我不理解 他为什么那么在乎 一张票的结果 其实这种认知和习惯 也造就了很多中国人 即便出国以后 对绿卡的执念 是超过了护照的 每当人们咨询说 这个国家的绿卡和护照 有什么区别的时候 得到的回答大都是 前者没有投票权 于是我们满不在乎地说 投票权有没有无所谓 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想面对这些同胞 我无法指责他们 也能够原谅当年的自己 因为在同样的教育体制下 对个人权利的放弃和无视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习惯 在从小接受的教育经历中 我们的班尾不是自己选举的 是在选举的形式下 被班主任受益的 我们的学生会主席 不是选举产生的 是在选举之后 很奇妙地被册封的 我早就对这种形式主义 视若无睹 逐渐边缘化 无视它们的存在 大多数同龄人 大概也有这种想法 不关心三个字 早就深深地融化在 我的习惯里 习惯性不关心周围的变化 习惯性不关心别人的事情 甚至别人能操心的事情 绝对自己不操心做 所以 面对台湾民众 我能够看到的 大陆主流民众的两种态度就是 要么不理解 认为台湾人不乖 搞事情 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要么是超级理解 甚至是羡慕 认为独立之意志 自由之精神 这句话 已经被我们忘记很多年了 如今再提起来 很多人 几乎忘记是谁说的了 虽然有很多台湾网友 担心开战 给我发邮件 询问这件事 但我想的是 在开战的利剑 悬在头顶的时候 是什么勇气 支持他们民选出了 赖清德 这个强硬派 做领导人呢 一面在担心自己 一面也要坚持 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这不禁让我有些佩服了 我个人是超级不希望 看到开战的 那是中华文化保留 最完整的地方 有太多珍贵的 需要保护的珍藏 即便现在触摸不到 我也希望他们都好好的 去年的时候 我在知乎看到一个 超级嫌疾无聊的提问 怎样评价少帅张学良 之所以说无聊 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根本不可能 有客观性而言 怎么评价 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 和认知决定的 于是 我们就见到了各种 千奇百怪的评价 有人说他是千古罪人 有人说他是抗战功臣 有人说他才华横溢 有人说他无能至极 而我不想加入他们其中任何人的阵营 去点评这样一位功过毁誉 一言难尽的人物 所以只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这句话的延伸解读 只是 若这样的科幻童话成为现实 如今又哪里来的台湾大选呢 历史就是这么的无情 它由无数的偶然 组成了某个必然 最终 我们都必须直面现实 匍匐向前 台湾大选结束刚刚十几个小时 YouTube反映铺天盖地 视频的最后 我们节选一些他们的看法吧 回到见 谢谢 感谢观看